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有关戏曲的流派艺术 上个礼拜是讲到二十几月 二十一月 那么以下这些纲我都口头上说过了 那么他的主体观念和我说的没有什么差别 我想各位自己看 佩馨你带各位把纲目练一练就好 不必要练里边内文 四 京剧流派艺术完成红课风格与群体风格之历程 一 经营试指点转移工师 成就谷查 二 班写中卦头牌 明觉配搭头眼 五支创作团体 开创专属剧目 三 演员附落 角色 创造独特心灵之之中的目 四 留派艺术由古部风格到群体风格 然后就是结语了 把结语练一遍 我把结语练一遍 时间约在清道光二十年前后 咸风间蹄簧戏外传至天津 红聚州由天津传至上海 蹄簧戏乃被外部观众称作金剧 金剧之成熟在光绪之平初 也由于金剧的成熟才能发展为流汉艺术 从此流汉艺术分成进城至民国二十六年间 成为金剧鼎盛的局面 而流汉艺术与此阶段 忽然与金剧成长相了理 同时也是金剧艺术的剧情面涵 从六位学者论文和专书 《中国金剧史》对流汉之名义 与构成条件的论述 可见要使名义准确和条件中严并不合议 舅舅以《中国金剧史》最值得参考 而彼者认为 所谓金剧流汉艺术 是金剧演员所创立表演艺术的风格 被观众所喜爱认可 所供应模拟 忠于心传有人而成熏体风格 流行去谈的一种金剧表演艺术 它是随着开创者的成熟而建立 随着忍住的心传 完成 金剧流汉艺术本身 虽是综合性 错综不达的有机体 但也必然有其建构的 共同背景因素 有其建构的共同基本因素 和个别因素 也有其建构为独特风格的历程 最后则由独特风格发展为群体风格 流行剧谈 于是流汉才算完成 任何一位创立金剧流汉艺术的演员 都必须在金剧艺术的共同背景之下 平方个人坚持的其本艺术修为和个人艺术特色 其共同背景应当包含下三个因素 其一 现取写艺程式和演员角色化的表演方式 其二 施展戏版枪型的艺术特质 其三 金剧进入成熟鼎盛起 才选流汉艺术建立和完成的时机 因为写艺程式演员角色化的表演方式 是戏剧具种的共性 在此共性制约之下 因为仍有许多由此而自我生发的空间 这空间就可以创出自己的特色 其需战戏版枪级的艺术特质 较从此举行去开析有更多的自由化 努力发挥一己的特色风格 而金剧艺术如非发展到成熟领生时期 其艺术技未真兼实 就很难水到渠成的建构期进一步 以演员负责为号召的独拍艺术 黄论完成由五个风格为具体风格 所以没有这三方面做背景做前提 刘派艺术就无法在金剧里起步建构 在此三背景之下 公民的金剧演员 就能凭借其心腹的嗓音 和后天坠立的头发 去提升西匹而往板枪的女指定 创造出自己唱枪的艺术特色 这种具有自己艺术特色的唱枪 就是金剧演员开创流派艺术的基础 而金剧演员在开创起零碰的唱枪之际和演出后 愿望不停地使用主客观环境中 接纳吸收对自己表演艺术有益的滋养 直到有一天形成了不客的表演风格 其所开创的流派艺术也才真正建立起来 也就是说金剧流派艺术形成不客的表演风格 开放的演员要经过层层魔力的 其层层魔力的过程大理事 其一 进临时指点 转移多诗 成就所长 其二 在班学中挂头拍 名角佩达服务 由之创作群体 开创专属剧目 其三 演员透过角色 创造独特鲜明之剧种人物 也因而触发了新闻荡 新丰带 新城市 其四 流派艺术由一段风格到群体风格 经过这四段进阶 金剧的流派艺术才算真正的完成 目前金剧也和一般传统表演艺术同样 大大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群众也不在将至容忍生和无恶之中 虽然有不少流派全人活跃不开 但能在自创一派的演员以鳳毛麟角 正是实事实然 我们也无需面对无可奈何事实而提供神伤 好 各位你看 我们对于流派艺术的探讨 是从这个流派艺术这个实体去做分析 然后逐步把它建构完成 各位也就是说一个这个 即使我们在探讨学术问题 它都不是简单的一个什么呢 简单的东西而已 它可以说有它的背景眼镜 主体元素 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 其他元素的注意 然后所过程的一个有机体 必须要这样的去探讨分析 它才能够真正的呈现出来 所以你看流派艺术 为什么必须要有它的前提 而不能建构在此许系取牌题这一系统里边 只能在什么 施战系板枪题这一系列 因为只有这一系列的这个艺术结构 才能够有演员去发挥它得怎么样 有供它发挥独特艺术的空间 如果这个持续系取牌题 那这个空间太少了 你演员发挥不出来了 你还什么这个流派艺术 那这个施战系板枪题 本身如果还不发展到一个成熟 本身的这个艺术已经想当当了 你再怎么样了不起的演员 你时机还没到 时机还没到 类似这一些 然后一个演员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有限啊 所以一个大学者绝不是只有一个老师 他一定要转译都是 蜜蜂亮的蜜绝不是一个花朵 他是百花亮成蜜 人的学问何尝不会如此呢 所以流派艺术的演员要这样的勤勉 还有也有要来和你切磋抵御相得益章的那个对象 有一个故事啊 各位想我相信都读过 那就是这个庄主啊 有一天带领他的学生 古代的学生老师是生活在一起的 带领他出去呢 好 在路途中看到 哎呀我的老兄弟啊 会师啊 你死啦 因为旁边有他的坟墓 各位知道 庄子一辈子 和他打对台的 对头的 一天到我们辩论 两个脑闹不好的是谁啊 会师 可是当庄子看到会师死了 他说我从此我没有话好再说了 我的思想理论也到此为止了 他的学生问老师为什么这样子呢 他说啊 我打个比喻给你们听 我说个故事给你们听 从前呢 有一个石木匠 他呢可以挥舞一把大斧头 挥舞的技术 不要说砍伐树木 他技术的高明 就是他朋友的鼻子上 沾了一个白粉末 这个朋友要把粉末呢擦掉 他说不用我替你擦 他怎么擦伐 他就挥舞他的大斧头 那个大斧头叫金 金娘的金 所以我们有一句成语说 运金成风 有没有啊 就他挥舞大斧头 然后刷刷刷想的 这什么 结果刷刷刷想 一扶砍过去 把他朋友鼻上的那个粉末 刷得干干净净 在看他鼻上的那个毫毛 依旧压 连鼻毛都没有伤一根 那时候的这个国君啊 宋国的国君啊 宋元君 听到了说 哎呦这多好玩啊 因为宋元君 就是这样的一个德性 也把石木匠找来说 来来来来 我也弄一下 你给我弄一下 看你的这个样子 这个石木匠向宋元君说 不错 我原来是有这个本事的 可是我有这个本事 是因为我有那个 使我有这个本事的对象 我的朋友 我这个朋友已经死了 我没有对象了 你不是我的对象 各位想一想 如果石木匠 照样把宋元君呢 鼻上的那个 要揮舞掉 砍下来的话 宋元君会怎么样 摇头放脑害怕 一扶飞过去 宋元君的脑袋就伸过来 把整个脑袋砍断 人家一定说 石木匠你的技术那么差 你还敢玩这样的游戏 可是石木匠的那个朋友 因为了解石木匠的这个什么能力所在 所以当他要砍他 他安入泰山 毫不在乎 所以两个人就可以配合 因为因为他们两个人切磋 缺磋 底力过 各位人世間有這樣一個對象朋友也很重要的 而這樣的對象朋友有兩個類型 一種是漢尼相得益彰的 漢尼是互相抵禮 而切磋的一種相反的力量來撼禮 魔神切磋的其實兩者結果都一樣 就是相反也相成 這個所謂家木繞通川 為什麼美好的樹木繞著清澈的河流 河流水越層澈風景越美 就像雙曲相蓋棺 家木繞通川 這是一種正面的復古更封碑的力量 砥律切磋的表現是互相磨損 但是激昂出來的內在的滑彩 一樣的光輝燦爛 這就是人世間都要碰到的 所以各位 你將來一定會碰到兩種朋友 一種就會知道你的好處 使你老處更加弘揚 更加發揮 你們兩個就可以相顧茉莉 互助合作 另外一種是專門挑你毛病 甚至也有壓抑你的 可是你有欲博之氣 老是你壓我 我就要挺上來 這樣的朋友也無形中使你另一種長進 你未必知道 劉邦一輩子最大的一個力量 但正反來說就是相羽 因為有相羽 劉邦才發揮了他無比的這種能力 相羽死了以後 你看劉邦的孤獨寂寞 非常地悲凌 因為他覺得天下無可爭 無可爭就唯我獨尊 那麼一個人當你站在最高峰 旁邊沒有一個和你並肩可以 病例的人 那時候真是孤獨 孤獨 我當年和我們外文序的 彭敬錫教授 那時候 率領中華民國布袋系團 那時候都要打中華民國 現在有的教授說強調他是中華民國教授 好像只有他是中華民國教授 我們那時候出去的團隊 一定要打中華民國布袋系團 我們到了亞特蘭大 亞特蘭大有一個大石頭 我們坐藍車 反正我帶的團隊出去 是一定要旅遊觀光的 這個是我的條件之一 我和這個彭敬錫就說 等一下 我們看看誰能領略到人世間的登峰造紙 因為在美國的東南地區 最高點就是那個大石頭的封頂 我們有自約看看誰搶得上去 那時候還年輕啊 那時候四十來歲還年輕 我就耍了一個小招式 因為我是領隊 他是副領隊 我說各位 通通可以上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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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故意擺在最後 最後上車的是怎麼樣 一定第一個下車 我說上車上車上車 所以我就在門邊站著 南車過去一開 我就搶先下去 跑到那個山頂上 然後這個彭敬錫就說 哎呀 你耍了這個什麼呢 你耍了小招 讓你這個什麼呢 登峰造紙啦 我說當我登峰造紙的時候 我遠望美國六大洲 上面可以看美國的東南六大洲 丘陵的六大洲 我說彈劍茫茫蒼蒼 事故這個什麼呀 茫然啊 一股孤獨寂寞 雖然為我獨尊 但是欺兩萬分 我向他說 我說我領略到了 這個 當年啊 劉邦的帝王的孤獨寂寞 所以各位人世間 應當要有一個可以攜手並進 可以其間相扶持的人 同樣的我們在這個 所謂流派藝術裡邊 他也要有一些和他配搭的人 來這個什麼呀 來凸顯自己啊 上個禮拜我們說過 歌子世界裡邊 小咪是專門給人家配搭的 對不對 但是他到處配搭 到處都是很 別人都很亮麗 他自己何嘗不亮麗 總體的成績我還是看在 小咪這個人 他的精度就大 你看當年的郭小莊 你們年輕的都不知道 這個文美你一定 郭小莊專門找誰呀 曹吾勇 因為曹吾勇是雍容大度的人 永遠給他配搭 郭小莊就凸顯出來了 曹吾勇也一樣的 有個名角還能配搭 所以曹吾勇的成就也不小啊 類似這一些啊 我們這裡邊一層一層的分析 有一些關鍵詞 各位要記住 皮王系什麼時候成立的 有否問你們 就要記得道光二世女 什麼時候開始定名為經濟的 鹹豐尤其是同志六零 類似這樣的一些啊 讀書有時候就要把這幾個點弄出來 那真正成為流派藝術的建國者 當然是譚欣平 前作者是誰啊 就前三傑 流派藝術的飛黃這個什麼呢 那就是四大名彈 為什麼四大名彈 會使他到了高峰啊 因為他是蛋角 四個人呢 彼此啊 競爭 好你有你的巨夢 我也有我的巨夢 你有你的巨夢 你有你的巨夢 我有我的巨夢 井水不犯河水 這樣的並駕駛佛 所以流派藝術 就非常的發達 還有各位 各位,中國的戲曲藝術和絕色關係的生蛋靜莫醜 一向都是怎麼樣? 以什麼為主啊? 以生和蛋 所以圓渣劇就是生或者蛋 圓渣劇其實還不能說生蛋 它叫墨和蛋 但它墨和蛋的這個意義只是主唱的意義而已 由男性的絕色主唱就叫墨 由女性的絕色主唱就叫蛋 意義就這麼簡單 可是明清傳奇呢 聖誕就是男女主角 其他都是怎麼樣? 都是配角 都是配角 可是到了經濟 為什麼早期的經濟 以什麼為主角啊? 以老生為主角 那為什麼要以老生為主角啊? 這個老生是 是什麼緣故啊? 因為老生的唱腔是 這個悲涼的高亢 就是幫子腔的情味怎麼樣? 龍 那經濟裡邊的 他的全身的滋養 給他在這個歌唱藝術的這個滋養很重要的影響是什麼? 就是幫子腔 所以老生最突出 可是後來 他被王妖青和他的弟子們 把他翻轉 才彈腳 然後呢 就是接著我們要講的 折子戲 折子戲大型七道 折子戲啊 使得中國的戲劇藝術 流入到各行 各門 各門類各行當 聖誕金莫愁 都有了不起的這個戲出 當然就有了不起的演員 所以呢 又由這個 擴展到流派藝術 段之後也有生 生之後也有花蓮 花蓮以後也有 床 甚至腦袋也都有 那麼這樣的一種流派藝術 就登峰造紙 這個時代 就從晚清光绪到 我們民國抗戰以前 說晚清光绪到民國抗戰以前 是京劇最光輝燦爛的階段 開始末落 就從共產黨以後 就從共產黨以後 慢慢下來 好 有關 這個 流派藝術 我們就說到這裡 所以流派藝術的基礎 是以什麼為基礎來做分野的啊 像這些也必須記住 是從文學還是藝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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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藝術啊 演員的藝術 演員的藝術中的哪一項啊 是唱作練打哪一項 唱腔 唱腔 當然由唱腔為主題 再慢慢 擴展到 唱作練打的整體的藝術風格 好 這是 我們對流派藝術啊 可以說是從各方面來 關照 而不是簡單的論述 接著我們要談的 有另外一個很大的題目 這個題目 就叫折子戲 折子戲啊 大家都很熟悉的樣子 可是如果呢 在 在探究 那麼 學者所知道的 往往只是 知其一其二 而不知其三其四 什麼緣故呢 什麼緣故呢 就是沒有做 總剖面的 整個 時間流續的 探討 就是它的原生 歷史的探討 也沒有做 橫剖面的 也沒有做橫剖面的 如何形成 產生的 藝術的 總體特色的 這種 分析 所以 所以 講究 橫剖面的 忘了 中剖面 大概是 忘了中剖面的人 多 因為啊 我發現 智學 像我這樣 重視它的 來龍去墨的 歷史性的學者不多 大家直接針對它 探討分析 而忘了它的來龍去墨 你們如果讀讀我的 這個 俗文學概論 有關俗文學的探討 我這個書 為什麼海峽兩岸現在 大家 都把它當教科書啊 再運用 因為 每一種文學 每一種說唱文學 我一定是尋名 哲史 名義 一定來龍去墨 一定你這個文學藝術 本身的特色內 內含特色 關照這些 那一般的學者 就抓住裡面的內含特色 如此而已在 所以在這個學術上 它就顯得比較怎麼樣 沒有那麼豐滿 沒有那麼完整 我今天呢 也來告訴各位 向探討折子系這個問題 我採取的方法 採取的方法 第一 第一 這是個聲書的題目 還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題目嗎 當然是耳熟能詳的題目 越耳熟能詳的 越容易還是越難於探討啊 越難於探討 為什麼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一點 所以最容易批評 我常常啊 告訴我的學生 你要去參加 學術會議 提出了題目 千萬不要提出 蔡奇亞題目 什麼叫做蔡奇亞題目呢 你也說他也說 比如說 唐師來說 李白杜甫 任何人都懂一點李白杜甫 你比如說小說 水乎傳西乎記 那你一提出來一定滿頭包 因為許多人都有意見 不管他對不對 就是反對你 凸顯自己 只有兩招可以數字 哪一招啊 大家不注意的 我把它發掘出來 這個就讓人家措手不及 哦 原來這個問題怎麼樣重要 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 一般人就談了 但談得很淺 或者談得座元性不夠 我就把它談得很深入 因為作元性很夠 我拿出來 我可以點名批判你們的膚淺 和不足 這兩招一出來 大家都會佩服 注意學我這個 帶有一點奸詐的 但是也是學術 研究呢 值得做的 兩個方向 譬如說 我把這個拿到 當年我推廣 這個 我們的民主藝術 推廣到國外去 你猜我帶領的團隊的人 都是帶領哪些啊 咱們中華民族有的 別的民族沒有的 我們民族特色是不是就出來了 因為有民族特色 其他不同民族的人 他有一種好奇 要認知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對你總是崇拜的 總是要接受 所以這個無往不利 第二呢 你們有我們也有 但是我比你好得太多的 這個去的話 你也可以 搖搖白白 左路有風 讓他們以你們為大師 我帶的哪一種啊 布袋系藝術就是如此 因為我系 是世界共同的藝術文化 和洋人的我系啊 指於小孩子的玩意兒 我們的我系 是已經發展到一齣大戲的縮影 就是我說的大戲的縮影 你看大戲是一個綜合藝術 是一個高精緻的藝術 它濃縮於我系演出 論內容思想和我系的超原的藝術 這種是不是高出很多啊 就高出洋人很多 所以當我們到歐洲內國 尤其歐洲內國 他們都有我系團啊 我系博物館 來看到我們的以後 都邀請我們去做會賓 我們去免費到他們農莊什麼 去吃這個 接待的飯不少 因為他把我們當作藝術家 他覺得我們的那個小孟偶 在我們手中怎麼變活的人一樣啊 這是他們永遠學不會的 所以拿這兩招 我周遊內國 騙取了 不能說騙取了 就吸引了 許許多多的 這個 觀眾 也發揮到了 真正以民主藝術做文化輸出的那個能量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電視台來錄影 他們的廣播電台來錄影廣播 大學來邀請 藝術館來邀請演出 這些影響是很大的 所以各位 對於這個研究的題目啊 這兩者 可以多留意 但是你要 懂得 什麼是 這個開創性的題目 或者懂得 哪一些呢 是人家做得還不夠 你可以大量挖掘 可以開闊的 來扣充研究範圍 這也不是一般人 能夠馬上做得到的 這個還是要 你日積月累的能力 為學習 你日積月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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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此子細 這個問題來說 雖然研究的人也不少 雖然研究的人也不少 所以研究的人也不少 那麼你要 切入 要看人家的研究成果到什麼樣的 階段 一定要怎麼樣 找個有名氣的還是沒有名氣的 找一個最有名氣的 各位 各位 現在發給各位的講義 是 縮減本版 把它濃縮了 我記得這篇文章是在 我們台大戲劇系的 戲劇研究啊 第一 創刊號 所登的有八十幾頁 可見也很長 也很長 長的緣故啊 因為呢 我越來越用 用資料說話 我認為用資料說話 是最紮實的一種學術 太多的 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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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述是必要 太多的論述 容易流於怎麼樣 空述 空述 這個是 所以慢慢地呢 我有發現我的論文 這個資料的 累積就多了 可是呢 有個好處 就是對所說的 觀點 信心就更加 踏實 就是 可是對讀者來說呢 就顯得怎麼樣 太厚重 隆重 譬如說我這裡邊啊 當年原稿裡邊 像這個肛夢裡邊 第二章的第一節啊 以悅悠久的禮俗 像這個禮俗啊 我幾乎從先秦 說到清淡 每一個時代都有栗章 你讀了這個 就很相信說 這個禮俗是中國自古以來 綿延不絕的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啊 禮月禮月 禮是規範 禮是軌道 乾枯無味 所以要用月來調適 但月的範圍 相當廣 你可以以月又久的這個月的發展 看出 中國啊 歷史上 整個 歷代 藝術的遠近的情況 像這個我引用資料 就從孔子 孔子的這個怎麼樣 齊國送給魯君 禮月 孔子不高興 祭凡祖怎麼樣 說來喔 三天不吵 你就可見這個禮月 這樣的 這個風氣 有多古老 多古遠 那把這一段抓出來 就是一篇文章 但是我們在這裡邊 我幾乎就是拿 資料說話 這個是我發現的 這個是我發現的 還有 還有 各位從這個 題目和它內容 我們來看看 像你章節的設計 這也是各位要學的 這也是各位要學的 我們題目叫 論說 論說 折子系 好 佩希 你慢慢把這個念一下 看 阿牧 前天 一 折子系 民營考試 二 折子系 產生之背景 小一 以孕幼者的禮俗 小二 二 佳樂之 傳統 古明清佳樂之 興盛 第三小節 南系傳奇之 冗長 及其文字之 雅化 第三節 折子系之 先驅與成行 第一小節 先驅至唐代之 戲曲小戲與 宋經雜劇願本 第二小節 北雜劇四折 每折做獨立性演出 第三小節 明清明節小戲 與南雜劇之 一折短劇 第四小節 明正德志嘉靖間 北劇南戲 選本之摘號與散出 第五小節 銀神散射禮節傳舞 四十曲公調中的 零折散出 第四節 折子系之 興盛情況 第一小節 明清選集之 四名方式 與折子系之構成 第二小節 由世代夫 官聚記載 看明代萬里以後 折子系之盛行 第三小節 清代以後 折子系昌盛之概況 言論 好 各位 折子系昌盛 綱目呢 有前言 結論 請問這個前言 結論 有沒有列入 有沒有列入 章節啊 我這個有沒有列入章節啊 沒有 那這個前言結論 為什麼不列入章節呢 為什麼不列入章節呢 因為 在這個論文的寫作啊 每一章 張與章 張與章之間 張與章之間 分量是要讓它 大筆均衡還是撐出不齊啊 要均衡 要均衡 結構要每一張 大概均衡 這也是 論文寫作的一種 比較屬於 學術藝術性的這個要求 那麽一般說來 前言結論的 分量 會不會和裡邊 等量器官啊 每一張啊 不會 所以呢 就不列入章節 也就是 像我們書桌上 有一些書 你擺著 你用兩個 鐵皮子 把它 摳起來 這些書一本一本就 成列了 而且影子和結尾聲 影子和尾聲在音樂上也是短的 論文裡邊的前言 結論 也一樣是 比較短的 現在啊 有些人啊 不這麽做了 這是不對的 他們把 前言 細論 結論都列入章節 所以就顯得很不均衡 各位 這不必要學習 他們不夠學洋人 我是很 民族主義者 我們自己也有我們自己的自學態度方法 這是第一 第二呢 前言 結語 細論 細論 引論 導論 結論 能不能說 導論 細論 結語 還有 前言 引言 結論 哪一種不合適啊 哪一種不合適啊 前邊用論 後邊用語 這不合適 為什麼論比語要來得重 你這樣就頭重 腳輕 所以前面言可以 後邊要 論可以 前面言後邊語 結也可以 我這篇呢 如果原來啊 照原文啊 有六萬六千字 我前邊的前言 事實上可以 改成 導論 結論 因為六萬六 這個 我記得前言好像也 也不少了吧 原來 我已經忘記了 好 這不管啊 你們大意抓住了 還有 論說摺子系 請問我每一章的題目 有沒有離開摺子系三個字啊 每一章的題目都沒有離開摺子系 這就是 這就是 像論題 一一擴住 這個就像論題 就像車的那個骨 每一章就像那個車的 條斧一樣往骨裡邊集中 你們的同學裡邊啊 我孤隱其名 因為呢 他原來要招我指導 他另外一位指導叫做 硬不肯 真容易掛名指導 我算什麼 所以他要獨立指導 那他和我也是朋友 那無所謂 我說我這個學生掛一大堆啦 我和你爭的感覺 所以他就沒有掛我的名字 可是他事實上上我的課 事實上呢 他的題目啊 也是我給的 那寫好以後 我說你應當要給你的指導 叫我先看 不能給我看 不能給我看 他看完以後 你有問題 找我問 可以 這在道義上 可以如此 他的指導教授把他擺了好幾個月 也沒說一句話 他要畢業了 問他 他的指導教授總說 我總覺得有一點不對 但是呢 說不出來 就說不出來 後來他不得已來求我 我說好拿來我翻一翻 我一看他的章節 我一看他的章節 和他的題目 我說 你相信不相信 我在十分鐘之內 可以使你破地微笑啊 他大吃一驚 那老師 你讓我破地微笑 我坐下來 把他的章節 改變 因為我看出了 他每一章 是從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式 是在討論他想要討論的 論題的核心 但是他沒有標示出來 所以從他的這個建議的肝 好像個個 和論題無關 一般看來是和論題無關 可是稍加一點手腳 把他拉回來 比如說從 大哥比如說 你是 從這個 哪一個 部分 在說戲曲的表演藝術 你就比如說 從這個 牡丹亭 你的題目是 表演藝術 戲曲表演藝術 打個比喻說 你又可以說 從牡丹亭的 遊園經目 看戲曲的表演藝術 你如果光是 在牡丹亭的遊園經 別人不知道 你牡丹亭的遊園經目 看什麼 比如說第二節 從演員的 涵養 涵養過程 觀察 從演員的這個什麼呢 藝術修圍 觀察 表演藝術的養成 類似這樣子 通通就什麼樣 往表演藝術其中 一看起來 喔 你這個 論述啊 是從四方方面 在討論的 你不是單一的這個什麼 是不是就入體啦 他一看 他一看 真是破地未笑 我說你再拿去給 給你的指導教授 我說我修改好了 我們就可以戲 事實上也一樣 各位看看 技巧是不是一樣 折子系 名義考試 折子系 產生之 背景 都是扣在折子系裡邊的 我們這個是怎麼樣 一層推進一層的方式 一層推進一層 折子系是先驅與成型 這個是折子系發展的歷程啊 折子系是先驅情況 分作四方面來探討折子系 所以就可以說是論說折子系 因為你的四個方面的探討 每一方面都是針對折子系來 每一方面都是針對折子系來 所以就可以論說折子系 然後裡面的小節 就是他的內涵 這個就不必要了 所以像這樣的題目見過 各位 他呢 就會使人一目了然 不會有疑義 要參考你的文章也很清楚 你要談的那樣 一層 眼鏡一層的層面 都已經清楚了 各位 現在也有一班學者 他們寫作的時候 有沒有標出章節來啊 有好些人都不標章節 這一種啊也是 另外一種襲染 我認為 這樣的人 久而久之 他寫的東西覺得不清不楚 因為他自己 胸中呢沒有一個怎麼樣 一種清楚的見過 所以你讀他的文章很難 讀前一段 再讀後一段 常常就往前面 然後還要再重看一遍 因為他沒有標目 所以這一種呢 我敢說 十之六七八 都不是好論文 因為他 胸武成主 所以呢 他 下筆就容易凌亂 各位千萬不要學這樣 學我這個最笨的功夫 老老實實 我就有這些東西 你要什麼你 你緊著拿去吧 人家也清楚 你像那一種文章 你是不是要把它看來一遍 看了半天的話 啊混賬 連一個可 需要的都沒有 就會如此 浪費我半年時間 結果胡說八道 一直不看又不行 也不知道你要說什麼 你看有些藝術性的演出 我看這個我就討厭 第一場 沒了 第一場演什麼 就第一場 然後呢 然後呢 你觀眾 你要來看戲 你先要讀劇本啊 什麼地方讀劇本 我花錢來看你的戲 我還要做功課啊 我沒有那個時間啊 你應該給我誘導啊 你藝術團隊 你應該把你的這個最笨 如何呈現給我 來誘導我 引人入聖 我們學術論文 也要引人入聖 你自己的這個論述 尤其要注意 自遠其說 你明明自己知道 沒什麼把握 可是也要把它說成 好像有把握的樣子 否則你自己都沒把握了 別人還看你下去 所以你一定要 自言其說 起碼 可以說得過去 這兩點 很重要 引人入聖 自言其說 千萬不要明知夫說八道 還揚揚得意 以前啊我也看過一些 自以為了不起的人 題目很大 一翻一看 言不及意 然而胡說八道 他就勇敢地敢提出這樣的東西 這個是自欺欺的 這是不可以的 好 從我們的剛明見過 我們可以知道這篇論文的 自學態度方法 是如此這般的 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這是西 這個名詞 是新興的名字 是1949年以後 在大陸 才慢慢被 形成 應用 所以名詞的 名詞的這個時間 難怪 喂 喂 所以名詞的這個時間 不長 所以這個論題呢 被討論了幾十秒 當然 當我討論的時候 已經有好些人討論過 那麼你對於呢 這些學者 這些學者 你怎麼樣來 處理在你之前的 學者 這也是一種 方法 你總是對前邊討論的 學者 一定有怎麼樣 有贊同的 一定也有 不贊同的 如果完全贊同的 那你就不避寫了嗎 或者雖然完全贊同 但他還不夠 我可以補充的 這個也可以 但是 如果有一位 他是公認的 他是公認的 開創者 公認的 這個經典之作 有好些啊 現在好些人都說 誰的這著作 是經典之作 這是廢話 沒有哪一個 著作會是經典之作 但是被 我也 我也 碰到有些人被稱為大師 也洋洋得意 但是你看 被稱大師的人 還會洋洋得意的 多不是大師 因此呢 像這樣的情況 我就找了 其中一個叫 陸俄亭 陸俄亭 俄就發俄得 草字頭那發俄 大陸的俄 亭院的亭 大陸的這些前輩學者 重要的我幾乎 百分之九十多見過 陸俄亭先生 人也是 當年大陸的那些 比較連輩高的學者 真是讀書人的那種 溫雅 讓你和他 在一起真如暮春風 雖然在大陸那個時代的 制度之下 可是中國傳統讀書人的那個樣子 如果你們看到我的老師 鄭英伯先生 他也是個十足的讀書人 那種風範 我是學不來的 我很想學 可是我個性沒有辦法 可是我個性沒有辦法 尤其我年輕的時候 那是很見義勇為的 就不像現在這樣的 溫厚子在課堂上 罵兩句而已 我真是出手出來打的 不是打架的打 所以這些學者我幾乎都見過 你們一定覺得 我是不是整個中國都跑遍了 一個一個拜訪 不是 是 當年 兩岸剛剛 接觸 我用的方法 說給你們聽 我從上海 南京 北京 廣州 這個幾個大城 很重要大學的地方 我趁著學術會議 或者是去人家請我講演等等 尤其我去的時候一定找當地的一個比較親近的朋友 我說 你這裡是地坨捨 你把你們這裡的值得尊敬的 人格學養都好 都說我要拜見他們 今天晚上或者中午在哪個館子 你幫我找一個大家容易來的地方 我就在那邊和他們見面 所以一來都是怎麼樣 十幾個人 我記得很清楚 像上海 我來啊 一長海幫我點 結果 有十來位都騎腳踏車 匯聚而來 當時他們都騎腳踏車 那麼這麼一來 陸二廷就上海 還有一個徐福銘 這兩位我都很尊敬 陳多 下水師等等 都是那個時候 這樣見面 他們年幣都比我高 可是我對他們都很尊敬 我說啊 雖然今天拜完 才拜完各位啊 可是老早就看到你們啦 因為我從書裡邊看你們的 表示我讀過你們的著作啦 這就親近了 我景仰你們的學問 第二招是怎麼樣呢 這些朋友 我就安排台灣的學術會議 請他們來參加 第三 像我現在還在出版的 國家戲曲從數出來一百多本啊 就是把這些人 好 你沒地方出 或者你在大陸出 要錢 你到這裡出 我還可以給你五十本的稿費 不要錢 這樣一來這個情意啊 情分 就累積 所以我在戲曲界沒有敵人 都是朋友 都是朋友 那戲文章呢 只要你對 我就說 哎呀你多對 只要你錯 我就說你哪裡有 我不同意見 因為那是學術 學術的是非 和人格友情 是可以分開來的 那麼陸爾廷先生啊 他呢 有一部書啊 當時候 被認為是經典 這作就是 昆劇演出實稿 昆劇演出實稿裡邊 被 比他更老的學者 好像那個誰啊 哎 我現在常把一些很熟的名字 一下就忘記了 他們呢 給他寫的戲 都公為他 第四章啊 談到的 昆劇的折子戲那一章啊 是 最精采 因為這一章裡邊 他 論述折子戲 真的成立 是在 乾隆以後 成立 而且只有 昆劇才有折子戲 他寫出來一些重要的觀點 重要觀點 所以 所以呢 我認為 他這個影響太大了 幾乎呢 當時候都是這樣來看待的 可是我研究的 可是我研究的 發現 他所 討論的 就是夫類啦 我們所說的怎麼樣 那個 名譽的問題 他對於名譽沒有好好辨識 他對於來龍去莫 也沒有好好辨識 他對於折子戲之所以聖行 演出的背景 也沒有談 所以他談的就是一些現象 所以因為沒有前三者做一種 做基礎 因此他 談的現象 就會怎麼樣 就會失根 就會有誤解 就會有錯誤的導向 所以我就從他這一章 分析他的重要觀點 然後來批判他這些觀點 有哪一些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但是問題 可以討論的更多 所以這樣的一種研究動機 會不會引人注目啊 就會引人注目 這一招的這種學術方法 我也告訴佩馨說 佩馨發現了兩個 一天到晚大家都引用的資料 送帶的 都是錯誤的 我看他的考證是正確的 但這兩段資料 我以前幾十年前我都引用過 我引用去做的 也都是錯誤的 一大堆我這一輩的人 通通錯誤 所以我就鼓勵佩馨說 你把這個 包括你的老師在裡面 沒有關係 錯誤就是錯誤 你要提出來討論 那麽你在學術上 就自然有它的意義價值 陸爾廷對於哲子系可以說 他的研究是一個 先導者 可是 先導者好些觀念 是錯誤的影響 這個就會修正不可 所以像這個叫做什麼呢 我們所說的切入點 那麽切入點要注意 切入點要容易引起學者的注意 你這麽樣說 就會讓學者說 哇你這樣的一種這個什麼 我沒想到 他自然就被你誘了 你才可以引他入上 所以切入點呢 在學術上 是很重要的 說一個旁邊歪道給你聽 這位先生已經死了 孤隱其名 他當年 在社會上出風頭 就一天到晚怎麼樣 像鬥雞一樣 去找什麼 胡四肢你最有名對不對 我就找你來修理 就和胡四肢 鬥一鬥 那胡四肢如果理他 他不得了 他是對手 他第一位就升上來什麼 和胡四肢一樣 可是他罵 我們文學院沈剛柏 沈剛柏連看一眼都不看 他這個什麼呢 就叫想空拳 射出的劍怎麼樣 都空的 集出去的拳呢 都落空的 所以他就 可是只要他 碰上了幾個 他就會明照於死 學術呢 學術呢 專門用這一招啊 其實也不好 但是呢 如果 你用一種純學術的討論 而他又是有 剛才我說 有錯誤的誤導 你又是憑正通達的學術討論 那是可以的 那是可以的 我要對 陸耳廷先生 個人的尊敬 和對他的喜言 發一回事情 在裡邊 我就 足次的探討 其實 我的序論是 這樣開始 那麼我贊同的 我和被人不一樣 我有一個朋友呢 不只一次向我說 說什麼 你老引用你學生的文章 你學生的文章 有什麼樣要引用的 你要引用的 當然就是要 這個分量 我說錯啦 我的學生只要 有一個好見解 只要有機會 我都會把它彰顯出來 那麼像這哲子戲 我引用最多的 比如說裡邊 極門王安齊 極門林楓妍 極門陳芳 引用了十五個 都是我的學生 他們也寫過 折子戲的問題 尤其王安齊 寫得最深入 那像我的朋友 我說徐福明 我讀他的文章 被我發現有問題 要重新討論 少豬又少 他真是一個 大家 可是 因為他身體不好 他寫得不夠多 這個研究的範圍不夠廣 但他每一篇文章都了不起 像他 所以這樣一來 我引用了好多 我的學生的 談折子戲的 如果 我當初引用 是沒有這個感覺 可是引用寫出來以後 會說 你看真門弟子多強大 有那麼多 都是我的學生 探討這個問題 而且都是職地有生的 那老師也不會太差吧 這個就是自然的一種學術的力量 尤其 我認為老一輩的 對年輕學者的這種 照顧提拔 是應當有責任的 這樣學術才能一代一代的 發黃下去 而不能夠呢 老一輩的你走路子 比他人家多 你擋在前邊 不怕 或者你踩著人家的頭前進 這也不好 這也不好 同樣的 年輕一輩的 對你的老師 你可以站在他的肩膀上前進 但是不能站在老師的腦袋上前進 我想沒有一個老師的腦袋那麼硬 可以讓你站多久 但肩膀是可以的 這也是 在這篇論文裡面 可以和各位提出來共享 那麼我希望 各位啊 回去以後把這個 減藥的本質 看一看 我們下禮拜 再把這個呢 這個學術 它的要點立場 給各位 做說明 它的學術意義 為什麼要這樣探討 然後我們 再來談 可以談什麼 我想把它接下來也好 晚清以後的戲曲走向 就接到現在了 到眼前為止 那可以說 整個中國戲曲時的 崗嶺 我們梳理過了 然後呢 我們再來 探討一下 依附在戲曲裡面的 歷代我戲 傀儡系 皮影系 布袋系 这三则的 简单的发展立场 还有作为一个生活在台湾的 有三个巨种 也不能不知道 一个就是鸽子系 一个就是 难管 黎元系 一个是别管 这个乱谈系 这三个 讲完我看 我们这一学期应当就 差不多了 那么各位 如果能够 把我们 上下学期 的内容 再翻页一遍 我相信你整个戏剧史 尤其自学的态度方法 应当 有所得才使 我们班上虽然 选科的 下学期减少 不过能留下来的 都是耗学的 你们也可以感受到 我是很用心 在给各位上这个课 希望你们都有所得 那么学期的报告 我只希望你们 学取上课的心得就好 上课的心得 你可以大意写一写 然后抓住 对你有感触的部分 你从哪里得到什么 感触的部分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